湖海继承皇位背后还有哪些代解的历史迷局 一同天下的秦帝国二世而亡 谁才是真正的掘墓人 王秦者狐野 秦朝就亡到他手里 不对 本期老良观世界 还原真实 为您揭秘 秦二世不是你想象的 秦二世自称的叫振奉遗诏 就说我登基 是我爸爸秦始皇 诏书里头 奉遗诏 就说遵守秦始皇的遗诏 来继承这个大统人当着皇帝 就是他这个里面 他强调了我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有的人说这不可信 为什么就即使史记没这么记载 他有可能是篡位上来的 那谁篡位上来 发表一个诏书会说 我是篡位上来的 他不至于傻子那程度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 重新梳理一下 你会发现 不见得这里边 就完全像司马迁写的那样 司马迁是怎么写的呢 秦始皇出游 那年他五十岁了 到时候一个孩子都没带 就带着自己最小的儿子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第十八个儿子 带他出去结果半刀让秦始皇死了 帮我 长官 你这是干什么 公子 千万不能哭出来 这事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怎么 你想灭不发散 啊 对 丞相英明 绝对不能发散 这是 必须的蛮指 为什么 这皇帝 有二十多位公子 谁来继承大爷 谁来当这个二十皇帝 死了说 这丞相李斯赵高就琢磨 咱索性啊 就是暗地里就拥戴胡亥继位 保证他俩人的权力 然后呢 假传秦始皇的诏书 把这个诏书呢 发到现在的咱们这个靠近内蒙边缘的上军 发到那 谁呢 大公子扶苏在那呢 就意思是你爸爸责怪你了 你这个经常散发不利于朝廷安定团结的言论 死死 你死得了 注意啊 司马迁写这段时候 他只是写了 假传秦始皇的旨意 赐公子扶苏死 他可没有提到 把秦始皇原本安排好 让扶苏继位这诏书改了 他可没提这事 他没有改继位诏书 只是假传秦始皇的令 把这个大公子扶苏给弄死了 也就是说史记里边 也没有明确提出 秦始皇要传位给谁 就没有写到是秦始皇留下一诏了 就是给胡亥 就是给扶苏 没有 这时候胡亥继位只是为了消除隐患 听了李斯和赵高的把自个儿扶苏扶苏给弄死 实际只是描述了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说秦始皇有没有可能 真就是要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 完全有这个可能 有人说那不对 那不都立长子吗 中国过去皇上继位有那么三句话 有敌立敌无敌立长胸中敌极 就是如果有敌传的就皇后生的你得立他 你不能立那个吞长妃子生的 如果没有敌系的那好 那就这一堆儿子谁大 谁立 这叫有敌立敌无敌立长 胸中敌极 就万一你儿子都没有 那哥哥死了 皇位由弟弟继成 这是这么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呢 是汉以后儒家文化控制之下一点点发展出来 在秦始皇那时候他还没有形成规矩 就是没有一种规矩说必须是长子复苏来集位 小儿子胡亥就没有继承权 再一个我们看这次秦始皇出游 言道上只带着一个儿子 如果从感情上讲说明秦始皇非常疼小儿子 秦始皇一生多次出游 每一次出游其实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 而这时候秦始皇50岁了 在那时候这都算高寿了 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就是他带胡亥出游这里头 极有可能有他的政治目的 就是他信任自己这儿子 一旦他死了 这皇位要给他 也就是说从种种的迹象来看 秦始皇是很信任胡亥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中国古代的皇上跟小儿子之间 关系往往很紧密 为什么 皇上有时候怕打儿子 人长大成人之后 往往能继承皇位这个人 对于接皇位是迫不及待的 所以有的时候在位的皇上 感受到很大的威胁是来自自己的儿子 大儿子 我要死了他就上来了 他是最直接的 既得利益者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太子成年了 反而跟皇上之间关系并不好 相反小儿子不一样 小儿子天真活泊 那时候看不出什么野心来呢 小叔叔 为什么皇上每次寻行都带着你呀 可能啊 别人都太有本事了 就说你的父亲 我那些大皇兄 胡苏 聪明 能干 我呢 年纪最小 最主要的人 没什么本事 只能在那父皇屁股后面 屁颠屁颠乱跑 你中国人不说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子命根子吗 本来就得父亲喜欢 再加上威胁不着父亲 所以往往这个皇上啊 跟小儿子关系比跟大儿子关系好多了 你一部中国历史你下来看 刘邦 曾经想过非掌利右 汉武帝非掌利右 曹操曾经琢磨要立朝职 想废朝匹 当然他没实现 你这跨江鸡刘表 刘表 想废了自己大儿子 要立右子刘从 你历朝历代 你看皇上想非掌利右子 遍地都是 连诸侯都是 也就是一部中国历史 这皇上几乎 好像每个皇上 甚至都有这情景 所以我说这个 对小儿子喜欢 这是人之常情 再一个胡亥呢 你从历史典籍的蛛丝马迹看 胡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 这个人说白了 有点小孩脾气胡闹 有本历史典籍记载呢 胡亥不是最小的儿子吗 秦始皇请这个吃饭 过去不是在地上铺席子吗 鞋脱了放旁边 胡亥进了一看 这鞋都脱到这儿了 他就玩上了 把每个人鞋都使劲踩一脚 就这个细节就能看出 胡亥少年新兴喜欢玩 而且后来他继位之后 都不止一次跟赵高说过 说这人一辈子太短了 应该玩玩乐乐 就是他不是一个 有明显政治野心的人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他极有可能受 李斯赵高的篡作 就你登机 你爸别宠爱你 在联盟带下 你要不登机 你哥哥上来 或者别的兄弟上来 就长死你 现在 这是个千在南风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 神不知 鬼不缺的 把你推上皇位 你要是错误了机会 别说是下辈子 就是下下辈子 也轮不上你当皇帝 他那个时候胡亥才多大 才二十啊 没什么人生太多的经验 所以就说胡亥是一个什么 没有政治野心 但是那个历史发展到那了 形势逼到那了 有可能往前推他一步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秦始皇活着的时候 想必也能看出来 自己这老儿子 没啥政治野心 可能这几点加一块 也使秦始皇促成 更加喜欢这孩子 我就把皇位给成 而且秦始皇呢 把这个太子扶苏 弄到这个北边边疆去 不也就是说他有怨言嘛 而且他有些意见 和秦始皇不一样 听父皇下旨 听旨分书 也就是说太子扶苏 老早就在秦始皇那尸首 就是秦始皇根本可能就没有这打算 要把皇位传给他 那不传也给他传给谁呢 就自己最喜欢这小儿子 所以说胡亥在合法继承皇位这点上 我想有70%以上的可能 他是合法的 只不过他弄死自己大哥扶苏 这个事这确实是假传圣事 有人说你说那不对 谁说胡亥没争解心 你看上来干的事 把自己兄弟姐妹都给弄死了 干脆 让那些侍奉过歇谎 又没有生育子女的夫人 下去 没父皇吧 那就将暗装秦 和运送宝藏的工匠们 在未出来的时候 就将木门封闭 这样能确保先皇的皇秦 万事平安 好 就这么的 而且相信赵高的 今天弄死这个大臣 明天残害那拨人的 这不是他有野心吗 不是狠毒吗 咱们就得细细说一下胡亥和赵高的关系 这个胡亥 我说他少年心性害过证据 就是他往往对人的一信任 就信赖到极深的程度 依赖 前面是对自己爸爸信赖 后头是对赵高 赵高表面上他是君臣 其实跟父子关系差不多 就赵高就跟他爸爸似的 因为赵高在胡亥小的时候就是胡亥的老师 当时赵高认中车府令 然后交给胡亥 教他写字 教他讲点击文章 然后教他律令 就法律这些东西 所以胡亥很小的时候对赵高就依赖 就是有些事言听计算 赵高说什么他干什么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你要如果不当皇上 你兄弟上得弄死你 赵高一下子他就信了 而且他有什么心里话都跟赵高说 然后说我想尽情享乐 人生就这么短 你看我爸爸这五十就没了 我这有生之年 我不得好好快活快活 这些事都跟赵高说 甚至赵高说什么呢 皇上你年轻 你不能在大臣面前暴露你弱点 你总跟大臣见面 你看你看小孩呢 那行啊 陛下你每次临朝都是你一个人 而下面那么多文武百官 那么多人 他们个个都怀有私欲 心怀鬼胎 大夫 有什么办法呢 你呀好好在宫里待着 有些事我给你处理 我给你当莱乐馆 我给你处理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